习近平被普京高级黑,中共一反常态不可思议,近日俄国总统普京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可以参照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来解决与日本的领土纠纷,这是高级黑习近平对卖国贼江泽民束手无策。 时政评论人士曹长青研究,江泽民一反全力承认全部中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割去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40个台湾江泽民为中共签署的卖国秘密条约不可思议。 日媒曾报道普京一语,暴露中国领土被出卖的惊人事实,普京新闻秘书解决俄日领土纠纷,可参照俄中经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月18日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谈判经验表明,虽然俄罗斯与日本宣署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这些问题极其复杂。 但仍然能够解决佩斯科夫说普京曾多次提起过俄中两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普京经常呼吁应参照俄中数十年的领土问题,谈判解决俄日领土纠纷,俄中边界谈判不受民意干扰日本不同时事。 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把俄中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用在俄日领土谈判上不太恰当,因为中国可以控制民意。 这使俄中两国在领土问题谈判时不会受到中国国内民意的干扰日本则完全不同在领土问题上安,被会受到国内很大的民意压力。 尼克里斯基说,随着俄中关系的不断密切,他和其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注意到与过去相比。 目前中国互联网上要求俄罗斯向中国归还领土和赔偿道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 尼克里斯基我们曾注意到,过去中国互联网网友曾提到图瓦都是中国领土等等,但这些声音现在已经少见。 而更多的言论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以及针对美国上对日领土让步或将影响中国中俄解决领土问题。 一直被莫斯科,视为最近二十多年来俄网斯外交的重要成就。 与此同时也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普京在领土问题上,如果向日本让步,可能会激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与日本的领土争执,终持更强硬的立场。 中国未来也可能会再次向俄网斯所求领土,甚至想要走酷叶岛,也就是俄网斯所称的萨哈领导。 面对中国俄日走近,俄对争议领土行动强硬,由于拥有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需要。 俄日两国正在不断走近俄日军舰,最近罕见的在亚丁湾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 另一方面,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除了兴建新的机场,部署先进的苏道35战机和防空和岸舰导弹外俄罗斯,还在当地举行军演。 同样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抗议江泽民一反潜力,承认全部中俄条约江泽民,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面前书,投网页截图,时政评论人士曹长青,曾经在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一文中阐述江泽民执政后,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1999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 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于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各战续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 第二个是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1999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海外华人提出江泽民卖国。 主要是指这两个条约,从法律层面认可了过去俄国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是俄国各战续的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再无法律交涉。 根据江泽民卖国秘密条约不可思议,蒋介石可以拒绝毛泽东不愿承认而搁置,邓小平要据理力争,为什么江泽民要一反潜力全部承认历史上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条约? 在苏联解体,俄国国力下降中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可以继续搁置这个边界问题,而且更可以像邓小平那样据理力争,从江泽民签的条约,来看中国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没有得到。 而且俄国人对黑龙江的两个江心小岛都不予归还,这是中俄边界问题中唯一没有解决的争端,俄国人不仅不还西瓜连芝麻都不让步他们摸,准而这个说到俄国有到家的感觉,的流苏工程师江泽民的脉搏,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 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撰写中国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对中俄边界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本身就说明江泽民是心虚的他恐惧这些问题,全部公开,允许13亿中国人自由讨论,人们就会对江泽民盖观论定, 他和俄国签约在本质上市卖国的日媒,普京一语暴露中国领土惊人事时日媒曾发表文章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俄领土争议中,多次提及中俄的边境化界过程,或暴露了俄强占的中国领土,已被中共签署承认的惊人事时, 2017年5月31日《日本经》及新闻在题为《俄罗斯眼中的中日差异》的文章中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推动对俄外交的核心,就是解决日俄之间有关北方四岛的领土争议, 但普京往往以中俄的边境化界过程为力断然拒绝,日方建议报道称,普京提及的与中国四十年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因建立了高水平的信赖关系,很遗憾日俄间不能一语,暴露了东北、外星埃岭、库叶岛及新疆外围等清末割让, 而中国历届政府一直对外宣称,不予承认的土地或已在多年前辈中,共签署承认的惊人事实江泽民,被普京高级黑此前。 据俄罗斯之声报道,2014年5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与中共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 普京感谢江泽民对俄中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强调中共现任领导层继承这一方针,普京所提及的江泽民,为俄中关系做出的最大贡献,被指案指将向俄罗斯出卖大量中国领土仪式。 江泽民见普京惹祸网友炸锅党媒高级黑俄罗斯之音,发表的相关英文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江泽民见面时对江泽民说,我想再次对您在任时为俄中关系,注入强大推动力表示感谢而将说了什么只字未提, 普京所感谢的江给俄中关系的强大推动力,是什么挺起党媒多维网文章暗示江卖国,江和俄罗斯关系非比寻常多维网原文,说不过,分析猜测在江泽民任内,为解决困扰双方多年的边界问题,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喜欢俄罗斯文化的江泽民任内,曾多次访问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地,包括克里米亚、阿波罗、叶俊涵综合报道。